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脂肪 虽然说脂肪简直是全身性的 但是这些部位的脂肪怎么这么顽固呀 首先我们看一下脂肪的本质 脂肪的本质是人体多余的能量储备 从人体进化的角度来讲 人体是喜欢存储一些多余的能量 作用是什么呢 是为了以防哪一天灾荒来了 可以度过灾荒那些多余的能量储备 那要减脂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要把这些多余的能量给它消耗掉 而人体呢其实不愿意去消耗这些多余的能量 刚才说过从进化的角度 脂肪其实是有生存优势的 那么具体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要每天要造成一个热量的缺口 也就是说每天所消耗的热量 要比所摄入的热量要多一点点 打开这样一个缺口之后 慢慢慢慢脂肪就会减少掉 还有呢就是有些人 为什么总是觉得减脂很难 可能是出了两个错误 第一可能是运动的量和强度不够 特别是强度 第二呢可是饮食 以为自己已经控制的不好 但是热量控制 热量摄入还是过多 从这两个角度去看一看 那关于你的具体的问题呢 其实两个建议 第一从运动角度去看一看 如果你的运动频率是 每个星期两到三次 那么可以增加到四到五次 然后如果说已经是四到五次呢 那么可以每次运动的时候增加一些强度 也就是把心率提高一点 动作做到位一点 然后从饮食方面呢 其实很简单 本来是你每天吃这么多 如果你的进度不佳的话 很多减脂的朋友 可以尝试着把晚饭里面的碳水 也就是说米饭啊 面条啊那是减半 甚至说晚饭那一餐就不吃碳水 这样给自己两到三个星期看看 是不是有体质下降 好的 今天的问答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问题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